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闸蟹的季节 特别的诱人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都知道说螃蟹不可以吃多 可是在中国就有一名男子 他一口气就吃了七只的螃蟹 结果进医院了 是 那据说好像是这个胰腺盐 那大家对这个胰腺了解多少呢 为什么吃太多的螃蟹 可能会导致这个胰腺盐 到底它的诱发过程又是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探讨吧 马上进进今天大主题 螃蟹作为海鲜中的明星 无论是蒸 煮 还是炒 鲜嫩的蟹肉和独特的风味 总是令人垂涎 每次聚餐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然而近期一则新闻报道 一名男子在连续食用七只螃蟹后 出现了腹痛 腹胀 恶心和呕吐等症状 虽然他自行服用了止痛药 但症状越加严重 最终送医后被医生诊断为重症急性胰腺炎 并被紧急转入重症病房治疗 究竟什么是胰腺炎 为何大量吃螃蟹可能引发胰腺炎 螃蟹有哪些部位是不能吃的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交战 让专家为您解答吧 是的 针对今天这个课题 马上为大家揭开谜题 马上为大家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 他就是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 豆豆丹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看那个施主就是吃了螃蟹 会引发着胰腺炎 好像比较罕见吗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急性的胰腺炎呢 急性的胰腺炎一般上80%左右的病人 是因为他们是 either是那个胆囊介石 还是饮酒过量所造成 不过当然有一些比较少量的一些 少数的病人呢 他们是其他的因素 有一些就是那个 吃螃蟹 吃海鲜 没有 通常是肝油三脂过高 所以这个病人 他的那个急性胰腺炎呢 最有可能应该是 那个肝油三脂过高的原因 当然其他的可能性就是那个过敏 还是那些细菌感染 所以都有可能 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胰腺 它其实它胰腺在我们身体的部位 在哪里呢 它基本上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胰腺是在我们的胃的后面 它的功能一般上只是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它出产荷尔蒙 那个荷尔蒙呢就是 其中一个荷尔蒙呢就是 帮助我们的血糖 降低我们的血糖 就是胰岛素 另外一个就是帮助我们消化 我们的那个那些食物 所以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两个 它是在胃的后面 所以很多时候 那个胰腺有问题的时候呢 病人以为它们是胃的问题 这样胰腺炎呢就是发炎吗 对 胰腺炎就是某个原因造成那个胰腺肿脏 当那个胰腺肿脏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症状就会很 跟那个胃的胃痛很相似 不过它会比较严重 这样它会有出现什么样的那个症状 对 最重要的是它会造成 最重要它会造成那个胜腹疼痛 然后很多时候那个胜腹疼痛 它会去到那个背后 然后很多病人也会呕吐 然后当然是看什么原因造成 那个胰腺发炎 就是那个石头 胆囊的石头掉出来阻塞住胆管 阻塞住胰腺管的话 那么这些病人有一些 也会有发烧的症状 了解 所以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 就是这个胰腺炎的一些症状 可能会呕吐 水肿 呼吸困难 跟刚刚我们都都有提到就是发烧 那这个胰腺炎其实也有分慢性和急性吗 那慢性的情况又是如何 急性又是如何 是 多数人都是急性的胰腺炎 因为是慢性的那一种 胰腺炎的话呢 通常是好多次的那个急性的胰腺炎 过后他们会演变成慢性的胰腺炎 慢性的胰腺炎一般上不会这么疼痛 刚刚我们所提起的就是那些 上腹疼痛 背后疼痛 嘔吐 发烧之类 那个一般上都是急性的胰腺炎 假如你是急性的胰腺炎的话呢 那可以是挺严重的 因为有一些 不过80%的病人是比较轻微型的 那些一般上不会有生命危险 不过有20%的病人呢 他们会因为胰腺炎而造成他们的那些 那个胰腺本身坏死 所以这些病人他们需要进去那个 重症病房的 你看到都有提到说 那个胰腺炎有可能是跟胆囊啊 胆结石有关嘛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说它跟胆有关呢 是怎么样的去诊断出 它就是急性胰腺炎 对 所以当你要确定讲说那个病人是什么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可以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验血报告 那验血报告就能够告诉你讲说你的胰腺有没有肿胀 然后再从那个地方 当你知道你的胰腺有肿胀过后呢 你就去找它的原因 因为80%很高嘛 很高的巴仙素 只要你是确定了你的那个胰腺已经有肿胀的时候呢 因为80%就是胆囊结石还是那个饮酒过量 然后饮酒过量你可以直接问病人 他能够告诉你你有没有饮酒过量 只要没有饮酒过量的话 你就需要去确定讲说它不是那个胆囊结石 那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超声波 超声波扫描就能够知道 然后只要不是这些问题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去就是去继续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肝油膳只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那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咽血报告就会懂了 我们现场就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急性一线炎的状况 它基本上是因为会肿胀吗 是这一边 对 只要你是胆囊里面有石头的话 这是胆囊 这个是石头 只要你胆囊有石头的话 它本身不会造成那个一线炎 还是你的肝脏肿的 你的那个胆囊的石头呢 它是要从这个胆囊掉进来这条管 这个叫胆管 这个上面这个是一个肝脏 我们的胆汁是从肝脏出来 然后经过这条管排出来进来十二指肠 然后一线的管它也是出来这个地方 进来那个十二指肠 这些都是帮助你消化食物 当你的石头来到这个地方 阻塞出那个胆管和一线的管的时候呢 你的一线就会肿了 这个时候应该是很痛的时候吧 一般上很痛 然后很多时候那些病人他们都会呕吐 像刚才我们说那个吃螃蟹太多的呢 它引发的这个疑现是因为肝油脂太高 肝油膳脂太高 肝油膳脂太高 对 然后是怎么样的去形成它的那个发炎 对 所以刚才我有提过就是讲说 80%的人是因为那个胆囊结石 还是饮酒过量 然后另外20%就是肝油膳脂 是其中一个 有些人就是吃一些保健品 还是一些草药之类 那些也有可能 然后一些药物也会造成 为什么会引发这一个 就是那个病人的那个 他的那个鱼腺本身 鱼腺本身他就是对这些 对这些药物还是肝油膳脂太过敏 OK 所以过敏的话我们看螃蟹 因为我们知道螃蟹很多嘛 有蟹膏有蟹肉还是什么 那如果说这个肝油膳脂 它通常会在哪里会比较多 就是蟹黄 蟹黄里头 它的膏 对 因为螃蟹肉本身就是 只是脂肪嘛 就是蛋白质嘛 蛋白质本身不会造成什么问题的 这样子应该吃多少吃螃蟹 对 我们吃螃蟹 不要吃那个膏就可以安全过关嘛 假如你是普通人的话 你没有吃太多那些 那些太多的蟹膏的话 你的肝油膳脂不是很高的那种的话 你一般上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因为当你吃很多那些蟹膏的时候 你的肝油膳脂 突然间上升到很快的话 它就会有可能会造成你的鱼腺发炎了 就怎样才算高呢 就是我们平均应该吃多少螃蟹呢 有没有特别的量 普通人 你的肝油膳脂的话 你不会超过1.7 普通人 只要你吃到5.6之类的话 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有 那个鱼腺发炎的机会 不过只要你超过10的话 你就真的是很有可能会 就是你的鱼腺会发炎 所以他因为那个施主 他本身就是有这个肝油膳脂的问题 他应该是那个肝油膳脂已经高 然后再加上它是 过量了 那如果是极限量的话 应该怎么样的去治疗 那这个就是看你是什么原因造成 只要你是那个胆囊戒食 然后阻塞住那个胆管的话 你是要尽快把那个胆管里面的石头 把它拿掉 只要你是喝酒过量的话 当然是不要喝酒 然后接下来就叫你是 那个肝油膳脂太高的话 你就是解决那个肝油膳脂的问题 不过到后来 最主要的那个治疗 就是给你的鱼腺休息 休息就是讲说不要吃东西 不要喝东西 然后你就是帮他们掉点滴 你要给他们足够的水 然后有一些病人 他们也需要那个抗生素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那些病人因为很多会呕吐 你就给他止痛药 然后他们会疼痛 你就是给他止痛药 然后只要你是 那些有发烧的 你就是给他发烧药 了解 那其实在这里我们都知道 就比如说膳膏 好像胆固椎还是什么的 高血压可能也会有这个遗传 那在这里我们就观众朋友 就有一道问题想要请教懂的 它的手机尾号是8343 它上次请问的就是 胰腺炎是否也会遗传 胰腺炎本身不会遗传 不过那个肝油膳脂太高的话 那一种会有加住遗传 你会发现到有好多病人 他们的肝油膳脂 有时候我们帮他们检查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去到9啊10啊之类的 就遗传剧来就特别高了 对 然后他们的兄弟姐妹里面 有好多个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所以就要特别留意 对 所以那其实这个遗传炎 它的有没有说高风险区呢 就是除了遗传的肝油膳脂 对 高的人 是 多数人呢 就是那些有酗酒的人 还是那个胆囊解食的人 有一些病我们完全找不出原因 不过80%的病人 就是刚刚我所提起的那两个原因 然后当然有一些病人 就是到他们发生了 那个急性胰腺炎过后呢 我们去做下一步的检查 因为你是要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才可以避免它不再发生 所以有一些病人 因为这样我们就找出原因 就是他们的那肝油膳脂太高 然后一些病人呢 他们就是吃那些保健品啊 草药之类 然后有一些人就是刚刚开始了 一种新的那个 新的一种药物 然后那个药物造成 好的 非常谢谢Dr. Dan 给我们讲解 这个关于这个遗传炎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知道 因为螃蟹呢 除了不可以吃过量之外呢 它其实还有一些 搭配的食物的禁忌 稍后一起一起来了解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胰腺好的食物又有哪一些呢 对胰腺好的食物 番薯 番薯富含生物类黄酮 具有促进排便 预防乳腺癌和结肠癌的功效 它还能减轻消化系统负担 减少胰腺分泌 促进胰腺的营养吸收 同时 番薯有助于减缓糖分释放 维持血糖稳定 特别适合一线功能 不佳的人群食用 红葡萄 红葡萄富含维生素C 花青素和多种矿物质 并且具有强烈的抗氧化作用 有助于减少一线炎患者 体内自由基的产生和积累 此外 它所含有的白梨芦醇 还能够有效减轻炎症 不过 一线炎患者 应避免空腹食用葡萄 以防刺激消化到 引发腹泻和腹胀等不适 菠菜 菠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含有类似胰岛素的物质 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 它里头丰富的铁和维生素B 能滋养器官并减少炎症 菠菜不仅能促进 肠道蠕动和胰腺分泌 对痔疮 慢性胰腺炎 便秘和钢裂等病症 也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生命很脆弱 生命也很坚强 再痛再难 从不放弃努力 每个生命都值得被捍卫 不靠魔法 没有神力 妙手人心 改写生命古迹 开启健康之门第四季 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 八度空间 语言创罪把播出 你也可以下载 TunTunApp收看 你的身体 你了解吗 开启健康之门 来到第四季 新篇章的开启 本季将继续深入 探讨各种的疾病 分享各位患者 他们的故事 陪伴着大家 共同踏上健康与幸福的旅程 那么开启健康之门 第四季 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 八度空间原创罪把播出 您也可以透过 148频道 或下载TunTun 应用程序收看的 是 健康真的很重要 但应该要怎么样 很好的健康安全的吃螃蟹呢 那来到这里 我马上请出这位嘉宾 他就是我们的 视频科学家沈金源 Mr.Simi好 Mr.Simi你好 Mr.Simi你好 因为我们常常说 吃螃蟹要留意 不可以跟其他的食物一起吃 它有冲突 对 香葱的食物有哪一些呢 咳 像咳 其实当我们在吃螃蟹的时候 我们是尽量避免吃好像水果 比如说柳橙类 OK 柳橙类其实它跟茶呢 它有一个元素是 那个叫做Tannins 或者是一些纤维啊 它会对这个螃蟹的蛋白质肉质 起一个反效果的作用 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呢 它会凝固 然后使到我们身体 不能好好的将它消化 所以有些人他吃的 就会有负脏的感觉 有负脏的感觉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对 OK 那真的要注意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外面 吃海鲜 饭后又会吃水果的嘛 对 所以要避免的就是柳橙 对 然后还有茶饮 茶饮或者是冷饮 那还有 其实很多人喜欢 在吃螃蟹的时候 喝啤酒 喝啤酒 谈心 这个过程很开心吧 对 这样吃的好像是绝配 对 这个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习惯 因为当我们在吃螃蟹 和啤酒同时 这个啤酒呢 它会激活螃蟹肉里面的 Purine 然后漂灵 那个漂灵 然后它会启动一系列的那种 好像我们说尿酸痛风之类的问题 是不是很 就是说少量的话是可以接受吗 少量是可以接受 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嘛 所以假如它是有这样子的 好像那个尿酸高的 那我们尽量就说不要参跟啤酒一起 是各种酒精类 对 也不仅是啤酒对不对 对 包含着红白酒 红白酒稍微会比较好 因为它是经过发酵会比较好 相对白啤酒来说 对 刚才我们还看到 就是羊肉也不可以 鸭肉也不可以 对 为什么 因为站在中医的角度来看 羊肉还有鸭肉呢 它是非常滋补的食物 而蟹肉呢 本身是属于比较寒凉的 对 那一寒一温的话 那就综合了 综合掉 就是说 假如你是为了要吃那个鸭肉跟羊肉 是要滋补身体 那你同时又吃螃蟹就综合掉 没有那个效果 你就补不到你的身体 好像你吃了就补不到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如果是满足味蕾的话 就还可以 对 但是还是会引起好像你身体不舒服 你消化脏风 对 刚才有看到花生 花生的原因应该也是消化不了 也是不舒服 因为花生本身是高油脂的食物 所以它也会跟那个螃蟹的那个蛋白质 会引起一系列的那种 我们说的货水作用 对 所以是任何螃蟹都一样吗 跟这些食物相克的 对 只是螃蟹的话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那螃蟹有很多种 对 像马来西亚的话 大概我们会有看到花蟹 花蟹 肉蟹 对 还有近期最近有这个季节大闸蟹 对 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是有 非常多种的螃蟹的种类 但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归类为 刚才的花蟹 或者是肉蟹 那花蟹呢 其实从它的花纹 纹路我们就看得出说 这个是蓝色 然后有些 有好像一个 斑点 有一条橫线花纹 那个就花蟹 那反而肉蟹呢 我们一看 我们就知道 它颜色比较暗淡 比较深 但 比较肥美 比较大只 比较大只 比较大只的 那我们吃肉蟹是因为 我们喜欢它的那个肉质 还有它的高黄 它的高 对 相比那个花蟹呢 它比较细嫩 它的肉比较细嫩 但是它就甜 比较甜 然后它的那个高就比较少 对 但我自己本身啊 我是比较喜欢肉蟹 因为我觉得吃起来比较有扎实 对对对 扎实感 可是大闸蟹呢 主要是吃它的高 它的高 对 蟹高 然后大闸蟹 我们本身 马来西亚就没有大闸蟹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进口 因为它是生长多数是在湖泊 淡水的地区嘛 对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运进来的 到这个季节才有 对对 那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 如果我们说要煮螃蟹 怎么样的煮法其实是比较好的呢 其实煮法就看个人那个厨师吧 但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呢 是一套比较standard的SOB 就是说你一定要经过这样子的步骤 然后去煮呢 就吃得比较安心了 OK 所谓的步骤就是清理的步骤嘛 清理的步骤 对对对对 我们请Mr Sim示范一下 对对 平时其实要自己处理这个螃蟹 还蛮头痛的 因为它是活的嘛 它是活的 对 很怕那个钳子会夹到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螃蟹 就放进冰锅 给它冷冻半小时 一小时 这样子的话会隐藏它的肉质吗 会保鲜 会保鲜 然后呢 同时我们也让它慢慢的好像 它其实不是死 它只是好像 昏睡 昏睡这样子 那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 对对对 一般上我们买回来 是绳子已经绑着了吗 绳子已经绑着了的 对对 那有的人就拿筷子擦 擦进它的心脏 擦进它的心脏 它的用意也是 就是哪里呢 就是中间的地方 中间的地方 就是在它活生生的时候 弄死它 对 哎呀 它用意就是要它 不要活回来 掙扎这样子 比较安全一点 对 所以假如我们从巴萨里面 买回来的是属于是活的话呢 然后它又砸着那个绳子的话呢 就相对就比较容易处理啦 那我们需要的就是 好我们先准备一个 一碗的清水 然后加入两汤匙的那个食盐 然后 加入盐 主要是 主要是我们可以做一个 比较基本的杀菌的那个工作 就把它浸泡在盐水嘛 对 浸泡在盐水 差不多15分钟这样子啦 OK 那当我们浸泡了过后呢 我们就拿一个塑纸 去清理它 OK 当然 当我们还没有破开它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可以 清理它的周围 什么位置最重要 对 其实是这一个位置啊 它的前面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 就是它嘴巴的那一个地方 对 它的嘴巴的这些地方 它是会藏着一些什么泥吗 泥 或者是一些比较我们说 肮脏的东西吧 一些一些 比较容易藏污垢 对 藏污垢 然后我们反复地这样子去洗它 去缩它 当然洗几久就看电了 但只要我们 务必它是洗得干净 然后有一段的时间 是OK了的啦 对 然后 然后呢 然后就 泡在水里面 再用净水去清洗它 好 然后过后的步骤呢 就是你准备把它开 开取 然后就把里面的 里面的那些塞啊 那种内脏啊都清除掉 那就是里面的那个步骤 里面的步骤 Mr.C 我们还没有见到里面的步骤的时候 我想要请问一下 我曾经有看过 他们就放在那个水里头 它会有吐白泡的那种 对 那个过程是什么 那过程其实呢 是要那个螃蟹呢 把它身体里面的那个肮脏物啊 尽量吐起来 其实当我们加盐在水里面 是可以起一个这样子的作用的 对 这样我们要剖开之前 是不是需要拔开它的壳啊 对 我们是需要拔开它 后面这一个壳啦 中间的地方 中间的地方 OK 中间的地方 然后再拿一个刀 切 跟它剖开 跟它剖开 切一半 切一半 然后就有些人甚至用手就可以把它剖开 对 然后就进行处理它里面的那种肆啦 内脏啦 它的那些排泄物啦 这样子 我们怎么样知道哪一些是不可以吃的 哪一些又是那个蟹膏要保留的 OK 通常呢 当我们剖开了过后呢 我们会看到它整团东西是粘在一起的 但我们会看到好像一个芥黄色的东西 在这个蟹的腹部的上面啦 所以那个芥黄色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它的排泄物 还有它的内脏 它的那种肠 所以这一个部分呢 那是不能吃的 不可以吃 我们不建议吃 因为毕竟螃蟹都是吃一些腐化的东西 然后进行消化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吃这些黄色的部分 我是觉得说假如可以尽量的话就不吃吧 好 了解 那当然还有那个蟹塞 对 对 这个也不吃对不对 对 这个蟹塞就是它主要是过滤一些肮脏的 就好像我们的肺一样啊 我们的肺一样 对对对 所以它是长在螃蟹的左右 它的形状就好像一个眉毛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的就把它剥开 就拔掉就好了 就拔掉就好了 还有就是蟹肠 蟹肠 对 蟹肠 对 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 下面这边 下面这一边 这一块部分呢 它是连接跟那个 就是下面这一边啊 打开之后 对 这边这个部分 所以要清除掉 我知道很多人呢就很好奇 就还是会有疑问哦 公和母 真的 雄和雌的这个螃蟹 我也不会分 应该怎么分辨 这个应该是母的 这个应该是母的 因为它的这个部位呢 是圆形的 椭圆形的 那假如公的话呢 它是比较尖的 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让观众看一下 这个圆形的 对对对 是母的 对 如果是三角形的话呢 就是公的 公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容易 去辨认公或母的话 就是当我们看了 这个部位呢 它也没有鼓起来 它又鼓起来 有鼓胀的话呢 就是可能里面是有蛋的 所以它就是母的 是 那其实螃蟹应该吃 活的呢 还是死了的呢 通常我们 马来西亚吃的都是 好像是生的 都是活的 所以我们叫它活鲜嘛 我们在 不管是超市买也好 或者是跟路边的 鱼饭买都好 通常都是 以买活的螃蟹为主 那死的螃蟹吃了会怎么样 死的螃蟹啊 其实 那个死呢 就是说 当你去跟它买的时候 你压它 你按它的时候 它已经是没有什么动力 没有动力 你也知道可能 它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那死的话呢 通常我们都不会去买吧 OK 或者是你买了过后 它已经是差不多 不是那么活跃 但回家的路程 你没有尽快处理 它就可能死掉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是怕它会发臭 然后呢会有那些细菌的肢长 因为毕竟螃蟹呢 它是很容易遭到细菌的那个攻击 因为里头的水分是很高 所以它是有对身体危害的一个风险 如果我们吃的螃蟹是属于没有经过处理好 然后它就已经是好像我们讲那些是死了的螃蟹 然后即使你去煮它的话 你都有一个风险是会得到食物中毒的 是 最好是吃活的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如果真的这么刚巧我们吃不完 可能晚餐吃不完 然后想要放冰箱的话 那应该要怎么样煮准了 这样子还可以吗 其实好像Jen你讲 最好我们是尽量可以就把它一餐给吃完 如果没有还是真的是太多吃不完的话 我们就务必要求大家用一个干净的那个放冰箱 把它收进去然后放进冰箱 然后各天再把它弄热 一定要弄热 还有就是有些人吃剩烟的螃蟹 那个安全吗 其实站在食品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不鼓励的 因为毕竟生烟它是以一些调味料 一些姜或者是一些酒来把这个螃蟹 去杀菌还是什么 对 研制那个时间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 是根本是没有起一个杀菌 或者是杀掉寄生虫的作用 对 好 了解 谢谢Mr Sim 非常鼓励吃 对对对 谢谢Mr Sim的讲解 让她知道我们以后吃螃蟹要小心了 那接下我们看一下各种危险的食物 又有哪一些呢 各种危险的食物 河豚 河豚是日本料理中的独特美食 但其体内含有剧毒的河豚毒素 这种神经毒素极为致命 仅需0.5毫克即可致命 如果食用未经正确处理的河豚 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甚至死亡 因此日本的河豚料理 必须由经过多年严格培训的专业厨师来准备 以确保食用安全 卡苏马苏奶酪 卡苏马苏奶酪是意大利 萨丁岛上独特的羊奶酪 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奶酪 那是因为在制作过程中 故意加入苍蝇幼虫 幼虫会使奶酪变软并赋予独特口感 在食用前必须去除这些幼虫 否则可能引发胃部不适 呕吐或腹泻等不良反应 大黄 大黄是一种常见于西方菜谱中的植物 特别是大黄的筋布 它们常用大黄的筋布来烤制或作为甜点的配料 然而大黄的叶子中含有草酸 这种化合物对动物和人体具有毒性 一旦中毒就会出现胃痛 呕吐腹泻 呼吸困难 以及喉咙和口腔的灼热感和疼痛 因此在烹饪和食用大黄时 必须将绿叶去除 以免引发生命危险 我们螃蟹的蟹膏不给吃太多 因为甘油三菌会令到一个人会有急性胰腺炎 那今天我们这个活力出家亮汤 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样去保护我们的这个胰腺 首先请出我们的中医博士吴宇 所以吴医师你好 大家好 是 我们今天就要讲保护我们的这个胰脏 或者是胰腺 是什么汤呢 是这个我们的山药 就是保健我们的胰脏 避免它有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胰腺呢 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胰腺除了它是一个消化的一个器官 它是分泌我们的这个胰腺的这个蛋白酶 蛋白酶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会分泌胰岛素 对 就是帮忙调节我们血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对不对 但是现在因为很多人的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规律 对 规律或是说他们暴饮暴食啊 或是吃太油腻的这些食物或是甜食吃太多 如果多有胰脂刺激的过量的话 或是有些酗酒的很厉害喝酒的那些人 就会引起到它胰脏的一些发炎的情况 或是说它胰岛素调节的问题就变成糖尿病 就慢性的一些糖尿病的问题对不对 所以山药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的胰脏 对 但是山药的话在我们的这个中药里面来讲 它是健脾胃的 那它健脾胃以外 因为脾胃也是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帮助它也是相当于 也会帮助到胰腺的一个分泌它的功能 对 那下一个呢 那个是牛磅 牛磅的话它就是我们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这个如果胰腺呢 它如果有一点发炎的情况 我们用了这个牛磅下去之后 它的这个发炎的情况就会减轻嘛 这是新鲜的牛磅吗 对 新鲜的牛磅 对 一般的话它也是我们有很多的纤维脂嘛 然后都拿来做蔬菜也是可以吃的 对 帮助消化啦 对 好 下一个 下一个是我们的茯苓嘛 茯苓的话它就是我们的健脾胜湿 它就帮助我们的湿气 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胰胀的一个功能这样子 对 另外呢 我们的黄鳍它有这个补中益气的作用 所以它在这个帮助我们胰腺呢 可以就是恢复它好的一个功能 对 就是就是这样子 是 然后这一个呢 那葛根 那葛根的话在我们的这个中药里面来讲 它是帮助我们可以调节我们血糖的一个作用 所以它对于我们的如果说血糖有一些不协调不平衡 它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嗯 还有刺 麦门冬 那麦门冬的话呢 它就有一个这个滋阴 异味啊 这个声筋 止咳的作用 所以它的作用呢 就在于有些糖尿病它不是很口渴啊什么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解渴的作用 了解 那一般我们常用就是补 用红枣啊 对对 红枣是羊血啊 补气啊 然后健脾胃这些功能 对 是 所以今天我们的肉类呢是用鸡肉 是的 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食材呢 可以一个一个放到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汤里面去 山药和牛蒡哦 我们煮了之后能吃吗 可以吃的 就是可以吃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两个是新鲜的 它都可以当作是一个蔬菜 对对 当作一个蔬菜 它当作纤维嘛 可是我们市场上呢 是新鲜的牛蒡会比较少 有对 是比较少 对 就是要去找 就是一些超市 他们也是有卖的 它是一整条的 它是根茎的这个植物 对 是的 那同样咯 我们鸡肉呢 就是事先已经汆烫好了 对 是的 是 所以这个我们平时当作一个养生啊 保健啊 就是常常包来喝的话呢 是可以达到这个 保护我们的胰脏的效果吗 对对对对 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 我们好正常的血糖啊 就是血糖会比较正常 所以那个糖尿病患者是特别的适合 是的 可以用的 它是可以用的 对对对对 那当然那些生活不规律的人啊 酗酒啊 抽烟啊 或者是熬夜的人啊 可能胰脏啊特别的会容易受损 是 所以他们应该是要把他们 这个不良的生育都应该调整好 这样子的话它不会引起到后面的一些 不然再怎么补也没有用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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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 那好 那我们应该煮多久呢 大概我们煮滚了之后再煮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好 了解的 好 我们不如先来看一下 这个山药护仪鸡汤 它需要的食材 还要重温一下它的步骤 看一下 这样子干疗 这个山药护仇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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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尬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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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三药护鸡汤 那想知道一下吴医师 如果说就是什么 谁是特别需要喝 或者是谁是不可以喝的呢 就是说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说开始有一些 糖尿病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鸡汤就非常适合它去喝 如果是长期已经有这个糖尿病 它能不能够改善 也是可以做一个调整 就是说它的血糖能够控制比较好的时候 它的细药量也是可以慢慢地减少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是很适合糖尿病人的一个调节 身体养生的一个很好的药方 它算是属于平的吗 温的 就是不灶也不寒的一个药膳吗 是 它就是比较平性的一个药膳 但是就是说它因为有一个 等于的牛磅会轻热解毒 所以比较寒凉体质的人 我们就不建议它吃 因为有牛磅的关系 对 因为有牛磅 所以会比较就轻热解毒 寒凉体质的人就是说手脚容易发冷吗 是 是 手脚发冷的人 那些怕冷的人 然后胃寒的人 这些体味虚寒的 喝少量 对 就比较不适合 了解 好 我们谢谢吴医师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仪仗是非常的好 可以达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大家不妨试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城中热市 然后有Sekisei Blue 近日 日本著名护肤品牌 Kosei旗下的明星品牌Sekisei 举办了一场新品发布会 推出全新美容油系列Sekisei Blue 主打三款以气 血 水为主题的美容油 融合日本传统汉方医学的精髓 通过涂抹于面部和身体 帮助激发肌肤的修复能力和自然光泽 在发布会上 品牌方特别邀请了Kosei日本总部代表 品牌资深 教育经理和中医师等 针对美容油的成分 功效和使用方式 进行了分享 在韩方中的几血水的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 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このオイルを使ってマッサージをしていただくと肌の温度が上がるというようなエビデンスも取れている非常にこう使った後の顔色が血色感が良くなるというようなオイルになります このオイルは水の効果があるウォータリーバランシングオイルです ブルーオイル続効果とツヤ効果がございまして テクスチャーがみじみじしいので オイルが初めての方や苦手の方にもぜひ使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っても使いやすいオイルです 次回 品牌方也安排了手部按摩 瑜伽 送播音療 和烹饪比拼等环节 让来賓们透过各类活动沉浸式体验美容油的独特效果 そしてこちらのお宝さんのお宝さんのお宝言をご覧ください お宝人様のお宝さんに報酬をしてください 艾米森兴 为什么我们说要自己来制作呢 因为只是好像重温一下童年的回忆 我们小时候都是喜欢去湖边 西边去捞鱼 这样一个回忆的动作 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有的必须要准备的材料 就是有这个宝特瓶 当然我们可以用大个的宝特瓶 因为太小的话可能我们捞不到多 我知道 酱鱼仔 小鱼 这个就变成捞小鱼了 对 就宝特瓶 大家可以随意 可能是大的或者是小的都可以选择 然后再来就是这种锁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锁的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还有绳子 然后还有针 然后还有这个木筛 对 那个叉应该是叉 对不对 然后刀片跟蜡烛 OK 那主要我们要怎么样来制作 那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宝特瓶切拌 OK 先把它切拌 好 切拌就会形成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对 好 应该就把切拌的那个 然后就放进去另外一边 对 那在这个步骤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手 因为这个宝特瓶其实是挺软的 软的 对 对 那不小心可能就小心割伤这样子 对 当我们把这个宝特瓶反过来的话 然后塞进去这个罐子里面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用一个半制成瓶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就把这个锁 就把它锁在这些洞口上 好 OK 那首先我们是需要把宝特瓶的四个周围 先以这个针刺四个洞 那怎么来刺呢 很简单 那你就点火 对不对 用蜡烛 然后它粒粒的烫烫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就拿去烧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它就烧了 它就是 它很容易嘛 那它就可以直接就穿冻了这样子 对 OK 好 先熄灭掉 OK 好 这就是穿冻的这个方法了 对 好 之后我们再用绳子 再用绳子呢 把这四个针刺呢 给串起来 再串起来 就形成好像一个漏啊 一个漏斗 哦 我知道 这个就让我们可以好像你知道吗 云网这样撒去里头的时候 然后你要抓嘛 对 那这个绳子的作用呢 就是你撒进水里头的时候 然后之后你要这样子慢慢地收回 对 的那个感觉 对 好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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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很简单哦 你只是这样子再绑 绑起来 那就可以了 那我在想 如果 当然我们宝特瓶是因为我们可以再循环使用 然后废物利用嘛 如果再不然的话 可能大家可以用一些小盒子啊 甚至大的一些容器啊 铁罐啊 其实都可以 对不对 反正它的做法是大概差不多 大致 大致是一样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tape 然后呢就用那个绳子 把它一一地全部绑起来 那就完成了 那绳子的话可能大家就依据哦 可能你们可以选择比较长的 或者是短 短一点的 那都没问题 当然是建议比较长 因为你长的话 你可以去拿捏嘛 你可以收短嘛 但是如果太短的话就比较难了 对 对 但是也是可以接长来 是没有问题的 对 好 大概做的那个过程就差不多 大概就会形成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就是今天要教给大家的这个 自制捞鱼的这个装置咯 非常可爱 而且呢 我觉得挺好玩的 因为是自己亲手制作的吧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整个制作过程吧 我们再来看 这就是我们的重品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大家可以 那个绳子的话 大概绑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可以长多一些些 那就非常的方便了 它就是一个小桶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现在我们要来尝试 来玩玩看了 那现在我就把这个鱼的饲料 然后加入在我们的 这个水盆里头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放进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鱼饲料 当作是鱼吧 对 当作是鱼 做一个示范这样子 然后是怎么样捞呢 那你看哦 这样子 它就马上 然后就会去到下方了 看到了没有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 你这边捞起来的 就会是你今天捕获的小鱼了 对 OK 非常可爱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玩一玩 甚至可以教一下小朋友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都挺不错 挺好玩的 对 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再环保了 透过这个自己制作的时候 又可以让我们这个环保 可以再循环 对 一些小玩意 激起一些童年的回忆 对 没错 今天非常感谢Mr.辛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Mr.辛 谢谢上了我们的节目 好 那明天的课题 要和大家分享到的 就关乎到这个新衣服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 一种嗜好 可能新衣服 不舍得穿 穿了一次的话 感觉还是新的 但是大家知道吗 如果是新衣服 没有洗的话 就穿 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 会是哪一些的危害呢 明天一定要留守 我们的火力加油站 那同样的明天的时间 将会是在5点30分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欢迎大家发简讯 进来聊吧 3650792 明天同一时间 火力加油站 继续为大家点凉生活 每一面 明天见 拜拜 found us who sent that thing creator of course the symbiots didn't come here by accident they were running from what what's his name then No No We have something he needs As long as Adam lives Everything will end What are we doing? We need a disguise Amen Why do you keep knocking people out?What is wrong with you? I'm sorry We've come a long way You and me We are screwed This world can't survive If you stay together But I need him We are bad people Yeah we are There comes a time in every man's life Where you have to make a sacrifice Eddie I'm with you to the end It's a wild It's a wild, it's a wild I always rememb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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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